有沒有想過桑拿為何要叫做芬蘭玉? 沒錯,因為芬蘭玉真的來自芬蘭 是唯一一個直接用在英文的芬蘭語 正確發音是桑拿,有促進循環和美容的功效 芬蘭有五百萬人口,竟然有三百萬個桑拿 認真誇張,一般是透過燒木頭 去維持桑拿房的熱度 再用這些滑樹葉拍打身體,既有淨化和清潔的作用 淡淡的香氣更令人身心舒暢 有些地方摩登些,還提供泥漿桑拿 這些天然泥漿,提取自沼澤 有淨化皮膚的作用 擦到臉黑漆漆,焗十五分鐘,皮膚真是又白又滑 重點,當然要跳到湖浸水 一熱一凍,促進循環 這個才是桑拿的精髓 又可以對著湖,享用芬蘭古法竹肉 吃下傳統小食 而在富奧皮奧,就有煙燻桑拿 要提早一日,用柴火將桑拿房加熱 然後將煙放走 焗的時候雖然是用餘溫,但都非常熱 裡面昏得黑漆漆,不怕你眼望我眼 喝啤酒,吃腸仔,原來是焗桑拿的指定動作 這間屋在五十年代,是墳墓工人在森林站住的地方 現在已經越來越少,負責人選擇新地址,將原屋重建 希望可以保留傳統文化遺產 所以屋內保留了很多動物標本,生活用品和工具 再加上煙燻桑拿,成為夏天的度假勝地 酒店桑拿又是另一種玩法 在芬蘭見到這個SPA字,不要以為是水鳥 其實都是桑拿來 焗完一身汗,用冰凍的白水晶抹身 就可以做到冷熱交替 去到泳池,一樣是冰火耳重舟 看起來好像涼浸浸,其實是三十度高溫 四度的藍色池,和三十度的紅色池,足夠刺激 難怪芬蘭人可以焗幾個小時 謝謝大家